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全日總結》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有市務總監角師志國Sir 國Sir你好 你好 和你都跟進一下今天來說A股的收市表現 今天來說A股稍為做好上陣繼續有得升 升近19點收報2326點 深淨城指升37點收報8214點 護深300指數同樣都是升近23點收報2449點 升幅最為厲害都是護深300指數升近百分之一 另外上陣都不差都升超過百分之0.8 看到A股方面繼續向好 雖然說港股沒有更升 但A股升勢來說似乎是持續 雖然說反覆一點點 但是慢慢向上 應該怎樣看A股的牛市 即是何時才開始開步 其實牛的形態已經開始了 因為上陣指數在這個星期 已經成功升破去年9月12日的高位2270點 即是經歷過一年上落代變的格局 終於突破了 這一點就是最關鍵的 現在目標直指這個 這個是5月29日的2334點 但這個不關鍵 最關鍵的是去年全年的高位2444 以及前年的高位2478點 因為這個跨年份的高低腳息是雙頂 如果過得到的話 整個A股的形態 將會正式步入新一輪的牛市 在那一刻來說 上網可能是2500、2600、2700、2800、2900 甚至乎更加高的指數 值得一提的是 A股的股值是相當低的 經歷過這麼多年低位的整股之後 現在才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某程度上顯示了資金對股市的看法已經轉趨正面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 大部分看好股市的人 買多少就綁多少 變成一些看得比較好的 都是傾向於一些投機性的炒賣 即是有風險但最低限度有機會升 但所謂的傳統股份是很便宜 但買來買去都不會升 不跌就已經偷笑 這種心態已經捆綁了投資者很久的時間 直到胡廣通推出來之後 情況才慢慢好轉 如果你看到經濟過去幾年 持續穩定在7.5%、8%、8.5%的增長 股份的下跌其實顯得完全背遲了 很可能第一 最壞那刻已經過了 如果你說成功突破去年的高位 甚至前年的高位 我覺得遠一點 2,600、2,700、2,800 或者更加高 是絕對可能的 你只看這兩天成交禁額已經知道 早段 互心兩地成交加碼是3,000多億 現在去到4,000億 如果真的去到著弱的時間 5,000億絕對不為過 不要忘記 民間儲蓄存款 是113萬億人民幣 這是天文數字 如果股市升有財富效應 至必然可以刺激消費 刺激消費也可以拉動內需 從而令到經濟能夠穩步地增長 美國也是靠樓市回升 股市上升有財富效應 而刺激消費從而製造經濟增長 明知出口已經不能拉動經濟 中央政府很大機會 仍然會加大力度在內需和固定投資 這兩個板塊 我自己本人認為 今年之前或者最遲 明年第一季 中央會下條銀行準備金 因為以現在來說 銀行準備金是20% 其實不需要那麼高 不過這劑重藥何時才下 我直覺覺得 早兩天公佈匯豐的PMI數字 和官方的PMI數字 都是齊齊放慢 但股市反而向上升 即是大部分市場的資金 已經認同了 政策下行只是時間的問題 不過會不會等到正式政策下行才升 一早升定先 股份從來走在任何消息 和基本因素的前頭 還有一個技術形態 就是成交金額大 是一個動力 這個動力是支持到股市 出現更高的指數 香港亦何嘗不是 沒有成交金額的升勢 一定受虧限 嚴格來說 A股的牛市已經開始了 但正式式的牛一狀態 可能現在已經出來了 不過比較猛 你要等上升指數 成功突破去年和前年的高位 牛一已經正式開始了 這個所謂牛一 會支持市場上得比較速 亦比較快 2800、2900、3000點 我相信這個目標 應該不會太遠 不過當然不會短期見得到 見到說完A股方面的情況之後 看完就是港股方面的最新情況 見到歐洲方面突然宣佈減息 問美股方面有先升後回 雖然說A股方面有得升 但港股似乎在星期三升得太急 見到昨天和今天升勢都不明顯 就是今天 稍微有些回覆 現在這一刻 今天來說都下跌了 就是43點 收穫起25254點 今天港股做得差一點 稍微整固之後 有沒有望繼續再上 南策股方面 好像每一隻都升了 升了走了 還有沒有走路眼的角色 其實有很多都升了不少 騰訊、港交所 包括近期的中移動都升了不少 高台有少少整固消化其實是很正常的 當然知道 匯控就未升過 但匯控我覺得 要去爆炸性上升是很困難的 因為一年之內分五個階段 比重由15%下調到10% 即是一輪的減持之後 過一段時間又要出現新一輪的減持 期間資金仍然會投放在其他主要成分股 如果你問到我有甚麼辦法 很快是走路眼或落好於大市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內房 暫時來說還是比較低迷 內地很多省市已經取消限購 但仍然有些主要城市還沒有取消 最重要的就是個別內房發展商 可以通過發行一些票據 或者一些債券形式 去籌集一些短期操作的資金 但不知相關的資金 只能夠用作發展用途 就不能拿來買地 這是一件好事 最低限度可以解決發展商 對資金的需求緊張情況 但內房股氣候還未到 現在這一分鐘只能跟你說 一元的資產在賣三毛錢 是很不合理的 直至資金對這個板塊重拾信心 升勢才會比較明顯 不過當然在未升前的一刻 現在就食以儲貨 不過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持有 就真的自己才知道 拿中移動的那些 現在當然會笑 但不要忘記 他都熬了一年 拿中移動不是一年 是兩年 七十幾百十 看著騰訊不斷升 他沒得升 看著廣交所升 他又沒得升 直至到後一個階段 才輪到他 如果你問我 還有沒有其他板塊還是落後 內銀何尚不是落後 但問題是香港內銀很便宜 不過內地的內銀更加便宜 因為A股還是比H股 所以令到很多投資者 就算看好內銀也好 心都是十五十六 但我不管 我就看基本因素 以H股來說 很多現在五倍多的市盈率 六倍多的市盈率 息率有五來幾六來 其實任何角度來說 都是適合於中線的持有 不過如果你再近來看看A股 說香港很便宜 怎知A股更加便宜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A股拖下去 令到一些投資者想買都卻步 而實際上有不少投資者 買了內銀超過兩年三年 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被捆綁都沒有錢賺 為何不是 好像中行一樣 很久以前 幾年前都見過五元 現在指數上升至新高 至少金融海嘯之後的新高 但股價仍然三個多元錢 你說拿著他的貨 是否真的激死 但中行、公行、建行 行指成分裏面都佔14% 股市如果出現突破 或者股市賣向一個牛的形態 再向上推升 成分股不可能不升 尤其是重磅成分股 更加不會持續原地突破 只是內銀的板塊 現在欠缺少許若隱 有一個若隱走出來 其實升級就會比較明顯 不要緊 反正不動 適合一些體價慢慢去減 不過你不要抱著 今天買明天有錢賺的心態就行了 順帶一提 很多內銀股現在的息率 都有五至六厘 就算你買了之後 手貨坐著也無相關 當收息來說 都相當吸引 好 麻煩郭Sir 對於A股和港股方面的分析 最後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來講收市 就是主義藍手股的表現 先看見 匯行今天收報83.6 升了3毫 中營動跌3毫 健康方面升3毫 工商銀行同樣升3毫 中國銀行收報3.74 升3毫 港交所跌4 收報181.7 中人壽跌1.5 有幫保險同樣跌1.5 騰訊控股要跌1 收報128.3 金沙中國跌超過1 長江實業跌超過1 新隆基地產後尾跌1毫 收報118.4 九倉方面跌5毫 中海外跌1.5 貿潤至地18.7 無聲跌 中海油跌8先 中石油跌4指 中石化跌1線 現在先到這裏 我和郭Sir做回申報 過往3折提及 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我自有耐癌 我亦自有內訪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Gina回來大概4點半了 將會有一周大事的環節 和大家回顧過去5個交易日 A股及港股方面的最新情況